今天我们来勾制一款大牌同款的吊床包 线材用到的是五股的牛奶棉单股勾制 勾针用到的是3.5毫米的勾针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勾制吧 首先锁针起针 在手指上面打一个活结 勾针穿入起针环内 勾针绕线 带出一个线圈 这样是一个辫子针 绕线拉出 绕线拉出 按照这个方法 一共勾制100个辫子针 100个辫子针完成之后 接着勾制两个辫子针作为起地针 这一针是倒数第一个针目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三个 翻到背面 挑起倒数第三个辫子针 进行勾制 首先勾针绕线 返回到倒数的第三个针目 挑背面的里山 开始勾制 勾制一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 绕线带出一个线圈 现在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先拉过前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拉过后两个线圈 这样是一个长针 每勾制完一个长针 顶部会形成一个 麦穗状的小辫子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针目 用一个记号扣做标记 接着勾针绕线 挑下一个针目 背面的里山 勾制一个长针 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 在每一个针目里 勾制一个长针 第一行一共勾制100个长针 一共两将 第二行一共勾制成一个勝踉9尽 第一行100个长针 勾制完之后 接着勾制一个起立针 将线剪断 线头拉出 这样第一行就结束了 我们返回到开始的位置 继续勾制第二行 将第一针的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入这个针目内 换第二行颜色的线 首先打一个活结 将线圈带入 勾制两个起立针 接着勾针绕线 在每一个针目里勾制一个长针 接下来重复勾制 第二行一共勾制100个长针 第二行完成之后勾制一个起立针 将线剪断 线头拉出 接下来回到起始位置 换第三行颜色的线 开始勾制第三行 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首先在手指上面打一个活结 接着将线圈带入 接着勾制两个起立针 接着像前两排一样 勾制长针 每一个针目里勾制一个长针 一共勾制100个长针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每一排换线 一共勾制27行 如果想要加大的话呢 我们可以多增加几行 可以增加到30行至33行 配色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图片 也可以自己去搭配 包身我一共勾制了27行 如果想要增加宽度的话呢 我们可以多勾制几行 我们整体勾制完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大的长方形的织片 我们将它对折 然后两侧边缘 用短针或者引拔针进行缝合 我们缝合的时候 翻到背面进行 用咖啡色的线 首先勾制一个起立针 接着勾针 穿过第一个针目 穿入前片第一个针目 接着穿入后片的第一个针目 接着勾针绕线 带出一个线圈 将上一个线圈 拉进后一个线圈里 这样是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每一个针目里 勾制一个引拔针 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勾制到最后一个针目 勾制一个起立针 将线剪断 线头拉出 用同样的方法 将另外一侧也来缝合好 边缘缝合好之后 我们将它翻到正面 接下来开始制作包带的部分 找到最中心的一行 我这边白色是最中心的一行 接着在白色和暗红色交界的地方 穿入 我们先勾制左面的这一排 在每一个交接点里面 勾制一条辫子针 交接点的左侧和右侧 分别是白色和暗红色 所以我们勾制提手的时候呢 是将白色和暗红色 两根线合成双骨 一起勾制 勾制之前 我用到一个小技巧 在手指上面打一个活结 这样再将线带入 就不容易脱线了 接着将线圈带入 接着勾制 40-50个辫子针 我这里一共勾制了40个辫子针 具体勾制多少个辫子针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以去调整 留10厘米的线头 将线剪断 线圈拉出 这样一条辫子针 我们就勾制完成了 接下来穿入第二个交界点 用均绿色和枣红色的线 合成双骨 打一个活结 将线圈带入 我们来勾制第二根提手 接着勾制 40个辫子针 40个辫子针 勾制完之后将线剪断 线头拉出 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左右侧的每一个交界点 勾制40个辫子针 所有的交界点都勾制完之后 我们是这个样子的 经后期测试 我在最中心这里留了两个交界点没有够 这样包包最后的成品提起来才会更加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将最中心的两条包带 打结 进行连接 接下来从中心开始 以最中心对称的两条进行连接 接下来 接下来按照推案的方法 将每两根对称的线条连接 这边是我全部连接好的样子 接下来将勾制好的卡色支片 包在提手的中心部分 接下来将两侧的边缘进行缝合 先进行冬冬圣 这样呢,提手就完成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面的提手制作好 提手制作好之后呢 每一条辫子针的长度可能会不同 所以提手的部分会不平整 我们只要用蒸汽熨斗熨烫一下 然后再将辫子进行拉伸定型就可以了 包包制作好之后 会有很多的线头 我们将线头藏好之后 可以用胶水 涂抹一下 将线头粘住 这样会更结实一些 线头也不会跑到正面来 在正面是完全看不到线头的 这样一个大排同款的包包 我们就完成了 非常的实用